好,繼續 剛才問你 這兩個符號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大於細於 大於細於 上面那個就是大 大於,大那個寫在左 細那個寫在右 下面那個就是小於 細那個寫在左 大那個寫在右 這個小網都有的 你這裡要比較 一些符數 和零的關係 我不說,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可不可以圈到 你覺得正確的答案給我聽 我講 true true 對 應該是 B 應該是B 為什麼又是B 這麼奇怪? 是正確的 還有呢 都要教你一些做 M、C的技巧 你會見到 其實A、B、C、D裡面 只有負數 和0 所以 其實我們有理由相信 我們有理由相信 答案不是B 就是C 你明白為什麼? 等等 剛剛斷了 好啊 我以前啦 欸 我之前上網上網上網上門 都是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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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支持些老師 都是這樣,最後那五十分鐘都沒有了 我想問是不是你通常上網上課堂都有這個情況? 是 其實會不會是你的手機有問題? 不是 因為其實我和其他... 不是只有我,其實還有其他同學的 啊,即是全部同學都是這樣? 其他同學都看到那個老師斷斷續續說話 不是啊,因為其實呢,其他同學都有上網上課堂的 又好像沒有這個情況的 但是不是啊 問題是現在是,我之前上課呢 然後我和其他同學一起上課 然後上課的時候呢,我們每個人都聽到老師 是,為什麼聽不到你說話其實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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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剛才你沒有了聲音 有聲音 喂,其實...啊 下次可不可以利用那個電腦呢? 這個是哥哥的電腦 即是哥哥上課都是用這部的嗎? 不知道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啦,好嗎? 不知道啊 其實轉頭我就和哥哥上課了 應該是 但是我看你是斷斷續續 好,喂,不要緊 先說回你的MC 好嗎? 答案應該是B的 你知道的嗎? 知道,好知道,非常之知道 其實我們應該呢 一眼就會知道答案不是B,是C 因為B和C呢,都是有個負數在左邊 然後呢,對面左邊就是個0來的 那所以呢,不論B的小過又好 C的大過又好 這兩個B一定有一個是對的 那所以呢,答案只會在B和C中間裡面去選擇 而A和B呢 這條數我們看都不需要看它 OK? 那如果 你記得 剛才我們說 負數 即是欠別人的意思 那0就是什麼都沒有的意思 OK? 那我想呢 什麼都沒有總比欠別人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B就是正確的答案 嗯 可以,是不是? 好,可以了 那,你試一下 那,也是 那,這裡你要抄下這兩個字 Desending Order 和Ascending Order Desending Order 你要抄下這兩個字 Desending Order 那,你試一下看看 應該是排序 但是我不知道 對啦 排序 從小 從小去大 對啦 小去大,大去小 那你肯定 就知道 她們的Desending和Ascending 各字代表 我不知道它是小去大 我不知道它是小去大 為什麼大是小 但其實呢 你會說是 遞增 不是遞減 遞減 遞增和遞減 那這兩個字 你會知道是 誰是大至少 誰是大的 嗯 遞增小至大 遞減大至少 OK 好 誰打誰呢 Ascending 是遞增 Desending 是遞減 那怎麼記呢 有同學教我這樣記 Ascending 第一個是A 之後這裡有一個D 所以是斜向上的 就是遞增 嗯 是啊 不是這樣記 不是這樣記 有多少D D D 都是減 我覺得是遞減 沒錯 第二個呢 就有同學 Desending Desending 那像什麼 像剛才說的 Decrease Decrease是減少 那就是遞減 對不對 我不管你怎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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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哎呀我不知道 總之我就是記到 OK 沒有問題的 OK 好了 那這次呢 所以這次 是由大至少這樣排 可不可以把ABCD四個選擇 縮小到某兩個的選擇 現在是Desending 大至少 那這是 首先 2-0 A就先 A就先 可不可以四個選擇 縮小成為兩個 在兩個裡面選擇 C D C D 我聽不到你說話 可不可以四個選擇 縮小成為兩個 C D 蛤? D and D D and D 其實就不是 D C and D 是啊應該是C and D 我講了C and D OK C and D 那為什麼會C and D呢? 因為呢 是C 其實是C 是C 好 因為呢 我們有一個E 這個E呢 是一個 positive 我寫 E呢 是 positive 正 還有一個0 0就是neutral 那正呢 肯定大一個0 這個我們不用怎麼想的 所以只會是C和B AB就不會考慮的了 好 你再說一次你說答案是誰 你說答案是誰 你說答案是誰 C C還是D C Hello C 聽不到 C啊 C原來也是不對的 C 答案是D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說負3 負3的數是大於負5 那負3怎麼會大於負5呢 因為我們說負是欠的 所以應該是D 應該是D 應該是D 好啊 其實很容易搞亂 這裏 想多一次可不可以 Hello 可以 OK 現在你的反應這麼慢 好像之前的 現在到你反應慢 其實不是 我很多時候聽不到你說 那我 本身你的麥克風很小 不是 是你斷斷續 好了 搞到最大聲已經 已經最大 你聽到嗎 好 這裏 跟你說的東西叫做素線 婆婆站起來了沒有 不知道 好像昨天看波 什麼啊 昨天好像看過 聽不到 昨天好像看波 來的 那起來了沒有 不知道 介紹一件事給你叫做Lumber Line 素線 素線這件事 在很多科 很多科 你都會看到的 就算中一 已經有兩三科 都有Lumber Line 什麼來的 啊 我知道了 是 為什麼 應該是負二 和六 一點 負二 和六 那就是答案 之前 低練班的時候 是不是那些 排之序啊 成啊 那些的 就是把數 慢慢 跟著前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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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好像這樣 是不是這樣 你的答案 答對的 答對的 但是呢 這裡我都要跟你解釋一點點的 因為呢 素線 是我們不可以改的東西來的 素線是我們不可以改的東西來的 所以一定要跟你說清楚 首先第一樣 為什麼這兩邊會有箭嘴的呢 因為其實是可以無限延長的 這條線是可以無限延長的 那只不過就是說 我只是畫這一段給你看的 好了 而另外 可能會有個零 零的左邊 零的左 啊 左邊 零的左邊 零的左邊一定是負 OK 一定是的啦 只可以的 是可以改的 OK 那零的右呢 就一定是正的 多數線 OK 所以呢 如果這裏叫正一的話 那這裏可能叫正二 這裏呢 還有那些每一個間距呢 代表的數值是永遠都相等的 譬如這裏我叫兩格的 那這裏可能叫寬四 這個可以啦 可以嗎 可以嗎 О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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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後 你要 遇見這個字 horizont 這個字你要寫下去 等一下 我聽過這個字 讓我回憶回我之前 是在那裏聽到呢 等我自己回憶回 我常常是聽horizont 不知道為什麼 你在哪裡聽Horizon 其實你聽到Horizon 你可能聽哥哥他們說 Horizon 因為Horizon其實是一個遊戲 Horizon 我想英語跟他們聽過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順便教你其他科 Horizon Horizon 考慮一下 那你不讓我看著 Horizon 我不知道哥哥或者爸爸打PS4遊戲有沒有打過 有個遊戲叫Horizon 我不知道可能有 但好像有個叫 中文呢 這是平衡線嗎? 不是,中文呢,如果Horizontal叫地平線 啊,地平線 啊,對,對,對 或者叫地表 什麼,水平線又成這樣 或者叫地表,OK,就是要學 而Horizontal呢,是叫做水平線 Yes,水平線 這個你要記住,這個你一定要記住 那什麼叫水平線呢? 水平線呢,水平線就是打橫的 打橫是平衡的 不是,跟平衡不同 你不要搞亂,OK 啊,我知道了 我知道是什麼水平線 這樣叫平衡,平衡有另一個名字 我知道了,世台有說過 OK,平衡,水平線 你要插下它 因為呢,這裡我們先學 直接數字 要學數線 因為你是要學正負數的加減 你要學正負數的加減 正負數的加減,正常應該是很簡單的 尤其是因為你是可以用計數機 看時,下年,或者下學期 但是很多同學呢 在中一上學期,這一段時間 你學正負數加減 學到一頭混亂 很煩的 所以你要一定要知道 數線是怎樣的 OK HELLO HELLO 因為呢 我又不想一次過塞這麼多東西給你 今天講過的話 你都暫時可以 是嗎 是 我想問observe這個字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看 看 其實就是觀察 observe 是觀察的意思 這個字就不是跟數學有關的 你知道看也OK 好了 之後那個字 negative numbers negative 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些你可能要抄下 negative是負 negative numbers 就是負數的意思 positive 是嗎 是怎樣 positive 為什麼你會問positive 你見到下面的positive這個字嗎 對啊 還是你 我記得我老師有講過幾下 講過幾次 即是你數學老師也有跟你上過少少 fishing course 沒有啊 但是 我聽到他講過幾次 是啦 但我沒有問題 positive 就是正 negative 就是0 0 negative 就是負 0y以上 你問得非常好 不如這樣啊 你先回答這條MC 這裡有7個數 How many negative numbers are there 有幾多個負數在這裡 前面有一橫 前面有一橫 其實是不是一橫來的 是假來的 其實呢 如果以前呢 小學當然是減 但其實呢 我們中學都會見到 這個減好 但是呢 它可以是減好 亦都可以是負 譬如那個負三呢 單獨存在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 negative sign 是一個負老 OK 如果你見到譬如7-3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減好 減好 減好 我不跟你說 這問題是甚麼先啦 OK 即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加和減呢 有時它的身份 或者意思呢 是正好或者負 剛才你問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0 它是 positive 還是 negative 它是正 還是負 應該 我覺得 你應該是有一先的 有一先的 那0算 正還是負 如果是數字來說 我覺得是一先 但我又不知道 那些是 由負一開始 總之是 總之下有個負 才是 好 那它是正還是負 那怎樣 你仍然未答到我 那要有個說法的 怎樣 我覺得 對 不要緊的 對 你覺得怎樣 都是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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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positive 又是 negative 又是 positive 又是 negative OK 好 或者是甚麼 甚麼都不是 還是 yeah 好 你說得非常好 原來呢 除了正和負之外 我們有一個叫neutral 嗯 neutral 以後你 science都會學中性的 中性 中性 中性是甚麼意思 又不是正 又不是負 但是 neutral 這個字呢 在數學上 我們比較少會見到的 那是0 0呢 你說兩樣都不是 是 neither positive negative 兩者皆不 0 0 中性的英文是0 這個 我想你也懂 這個字 中性 這個字比較少用的 中性 這個字比較少用的 所以呢 你只要記住 你要搞清楚 這件事 只要記住有這個字 對啦 數學 就算你一時間 濕不到那麼多英文的 不重要的 不應該太妨礙我們學數學的 但是你至少 你 但是你至少 你知道有這個 對啦 暫時 暫時 你未必需要 你未必需要 識傳 識讀 識當然最好 或者老師日後 在講堂裏面 會抽問 你要識答 OK 不過暫時呢 至少你有機會 看到他的時間 你認得他大概是甚麼意思 OK 有些你比較緊要的 我會跟你講 你經常會遇到 又或者你 你遇得 遇得比較多些 你慢慢就會記得他的意思 OK 所以不需要 太緊張的 好像 positive negative 我想問負七分六 真的想說 你說大聲 負七分六是甚麼意思 負七分六 好 你會見到 如果我們再細分 如果我們再細分的話 你會見到 這裡 我們會有 譬如第一個 負三 第二個就是 負七分六 對嗎 負七分六是怎樣 小一個是 當是一個數 但當是一個小數 還是一個數 對嗎 不是 當它是一個數 負數 沒有甚麼特別意思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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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暫時會跟你用日常生活 我們會遇到的東西入手 譬如負數 負三 我們可能是說錢 譬如是說錢 負三可能就是 你欠我三元 這樣的意思 真的有三元 那究竟負的小數 和負的份數的意思是甚麼呢 其實它都是有個數值 這樣的意思 可以嗎 當然我們會比較這些數的大小 OK 總之就是暫時 其實每個數都有自己的數值 OK 正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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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是欠別人的東西 那零呢 零呢 零就真是當成為 沒有了 可不可以 而如果是這樣 而如果是這樣 其實 答案應該是四的 它問我們 上面有多少個負數 negative number 那我們就分析了四個出來 OK 我想這裏都可以 Hello Hello 聽到嗎 是 可以了 是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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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現在第二題 妳來看看 最頂的那個 如果 剩三 Kg 就叫做 三 Kg 英演位置 我想問中間這個字 妳能不能知道是有甚麼意思 卡卡地 OK 可以代表 表示的意思 表示即是 如果我跟你說 加3kg 就代表重了3kg 的意思 一定會這樣 加3kg 即是你當 在dream room 健身室 又或者你自己 做健身做運動 那你找本寶仔 經常就集低自己的重量 的改變 如果你加3kg 這個寫法代表 重了3kg 明不明的意思 加3kg 你寫一些符號 那究竟是負還是價 他就問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寫負3kg 代表什麼意思 又或者有哪些你肯定知道 也不是 沒有重量 也沒有聽 這個正不正確 他算不算在前面 即是說 那負是 你不如這樣說 就是你不要說ABCD 不是 他不是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 如果我在本寶寫 減3kg 你說一次 剛剛聽不到 那如果我在本寶寫 減3kg 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你不用說ABCD 你只是這樣說給我聽 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B B 即是3kg Loss in Rage B 我想問C和B 是嗎 對 負3kg 即是 絕 你會在B和C選擇 究竟是B還是C 答案原來是B 你只需要跟別人說 加3 即是重了3 減3 即是輕了3 那B就是答案 C 問題出在負那裡 負不需要再出現 因為負 本身Loss 已經代表了 Loss已經講了 這個減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是不再需要減 應該都清楚 是不是 那他的意思是 減3kg 還是負3kg 負3kg 就是減3kg 我也是一樣意思的 聽不聽有 就是等於負 即是 你那個負 或者那個Loss 你隨便出現一個 已經可以了 那現在你想解釋 這個負3kg的意思 所以 相比之下 B的說法 是正確過C的 明白嗎 明白 明白 好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可不可以說回 之後那一題 加3日 3日 遲過3天 遲過3天 你計劃的遲過3天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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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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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沒有前沒有早 和計劃的剛剛好 這個意思 好 這條呢 講錢 Celary 純粹跟你講完 Celary講的是人工 人工 緊要的字 緊要的字 出現了 為什麼這個字 很緊要 這個字很緊要的 經常見到的 increase 大約 no increase 總共 當然在下面 你會看到這個字 decrease 那我先 那我先 是嗎 你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跟回這個 這個股仔 猜到 你兩個分別是嗎 加2000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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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加 加 加啦 原來這兩個呢 不是 為什麼用這個字 我可以有其他字 例如呢 不知道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用這個字 你問是否一定要用這個字 通常都是用這兩個字 沒有其他一個 是啊 但是 放心吧 這兩個字你經常會看到的 日常都會經常會看到的 所以你餘下下來 你要認的 就是 哪個是increase 哪個是decrease 即是哪個是增加 哪個是減少 本身你有沒有好頭緒呢 什麼什麼 這兩個字 哪個是增加 哪個是減少 本身你有沒有好頭緒 有 哪個 應該是D 哪個 減少 哪個 減少 哪個是增加 哪個是減少 第一個是加 increase 是增加 decrease 是減少 對嗎 你可能要抄下 我抄下 我抄下 我有時候聽不得你說 什麼 因為我抄下 有時候 我兩字不得你說 所以會遲 認 好 妹妹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我試一下 我拿個耳機 我再繼續 好 繼續 如果我們搞清楚了 increase是增加 decrease是減少 看清楚是問你什麼 其實這一課叫什麼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這一課叫 direct number direct number 如果說中文叫方向數 方向數 即是說數字 數字是有方向的 方向的意思 方向 對 不是 其實方向的意思 你簡單來想 就是正和負 方向 這樣意思而已 OK 即是數值 收 給你不僅是大小的問題 還是正負的問題 OK 好了 你試一下 如果加二千元 代表的就是人工加了二千 正二千 代表的就是人工加了二千 就叫我們用direct numbers 去表示什麼呢 就是下面那一句 下面那一句 綠色這一句 你覺得ABCD是哪一個 加五百減一千 對 所以ABCD是哪一個 最後一頓 D 對 對 因為 第一個月 第一個月 是加的 increase 所以加了 而第二個月 第二個月 就是減的 很卡 你說話很卡 很卡 他就說我的網絡不穩定 不知道為什麼 好 所以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之前上課都是這樣的 個個個都說 不穩定 OK 唯獨就是B B B就是第一個是加 第二個是減的 所以就是B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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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大概知道 在做什麼 知道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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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面那一條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is true 以下哪些是對的呢 以下哪一個是對 你會見到 很多的負數 還有很多的零 有兩個零 OK 我想問這兩個符號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個 還有這個 知不知道這兩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知不知道